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颗一颗渐渐暗淡下去的时分 它才靠在新公园荷花池边的石栏杆上 开始对我们诉说起它的那些故事来 或许是个七八月的大热天 游野的人在公园里久久流连不去 于是我们都在水池边的台阶上绕着池子 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 忙着在打转转 就是五十年后的现在 其实当时白仙涌笔下的这些人 就算他们真的存在 或者说我们就 其实你大概也可以想象说 邻居的某个哪一个什么张奶奶 九十几岁过世了 他非常有可能就是五十年前 白仙用笔下的台北人的其中一份子 对于这些人的故事 我们听的片片断断 但是如果能够从小说的角度来重新理解 这些人的生活方式 或他们的那些内在的矛盾 他的不安与自我认同的不完全 我觉得它绝对是一个我们要重新理解 现在的所谓台湾意识 或者说台北这座城市的精神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读本 去试着把你所听说过的那些事情 用小说的方式 用阅读小说的方式把它串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 还是回到我自己比较关心的 性别运动的角度来谈 在《满天亮晶星》这篇小说 它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一个同志的寻找认同的起点 它可以是一个文学性的问题 也可以是一个社会性 也可以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就是这个社会究竟 是不是已经对每一个人 都已经是个安全的所在了呢 那这个问题它可以是一个文学的母题 在台北人里面出现过 在不同的小说里面 不同篇章的小说里面出现过 而聂子甚至是一整本小说都在讨论 这个社会是否已经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或哪里是我们安全的地方 那一直到了当代的政治的命题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让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 自在地行走而都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呢 我觉得这个是文学带给我们的思考 而同时也是我们在当代的政治上面 必须要持续去努力跟推动的目标 满天一亮晶晶的星星这篇文章 很明显它是在谈1960年代 或许更早一点点在国民政府牵台的时候 然后有一群的男同志们 他们在公园里很明显的 或许它并没有写得那么的清楚 但是或许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曾经被称作新公园而现在的228和平公园 那同志的社群他们在 即使或许现在还是 就是大家在那个生活的缝隙里面 你在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不被承认或认可的时候 你都会需要有一个属于你的社群感的所在 那但是这个社群它在那个时代 在小说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大家 就是在有一些人是从上海来台 然后曾经是名幻一时的明星 然后也有一些像我们可以想象的 十几岁二十岁的青春小肉体的小gay 然后这些人他们在这个公园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在谈着自己的美貌可以怎么样的使用 他在谈着我们在外贸的资本上面 我们在那些被甚至如何形成一个社群的凝聚力这件事情上面 白鲜勇用公园作为一个实体空间的场域 然后让每一个角色他不同的年龄所带来的历史 他不同的过去让这个公园这个实体的空间带有了一个时间上的众生 他可以有那种你们去谈一些过去的辉煌 而也有些人那么想要的否定自己过去的辉煌 而在当时的台湾他或许也就是一个公园里的老头儿 然后想要让自己过去的那个人生就此死去了 你会发现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其实谈的是一种男同志社群面对那种老去 面对残缺 面对曾经的美丽 以及你们就算今天再怎么样美丽 总有一天你还是会老去 这种种的焦虑 这种内在的焦虑 其实看似好像很简单 但是小说里面他又带出了一个有趣的面向 是我们这样子的人在这样子的公园里面集会 他所受到的公权力的压逼 是依然是无所不在的 你常常会听说谁谁谁就被警察带走了 你常常会听说谁被打的鼻青脸肿的送回来 然后大家也都只能在耳语之间 传说着说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大家在讨论着说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 或者说也只能就焦急的等待他被从警局放回来 那一天发现他被打的怎么样 然后被公权力所霸凌等等 所以其实这篇小说它很有意思的是 它除了处理公园这个空间之外 它处理社群的空间 他把每一个人的历史跟他的资本带到这个空间里面来 然后把它们轻轻的放进来了 而同时那里面的所有元素 关于那些国家的文化的政治的性别的故事的传承 其实我很喜欢这篇小说 它一开始就说每次总是这样的 都要等到满天里那些亮晶晶的星星一颗一颗渐渐暗淡下去 故事才开始 那那些故事为什么 它必须只能在黑暗当中被谈论被传承 它就有一个前提就是 这些事情在当时的白昼是不被允许听见看见 被讲述甚至被用肉身的演绎去实践的 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那是一个仅有在一片去黑的夜空当中 仅有满天亮晶晶的星星 足可让人作为一个心情上的依归的那样子的一个时代 那这篇小说其实 它写到最后当然写了好几个角色 那大家务必要亲自去读这篇小说 那其实到最后我也很喜欢它的结尾 就是白显勇在这个结尾里面 他用了一个离开了很久 离开公园一阵子的教主 那大家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 非常的有可能是被警察抓走了 然后可能是仲介卖淫 那等等原因 妨害风化等等 那当他回来的时候 他其实带着一个身体上有一点点残缺 但是面貌十分较好的一个青年 他们这样子慢慢地淡出小说的画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白显勇作为一个小说家 他在包括之后的《涅子》 这部长篇小说里面 他所不断地传递的那种 对于人的关怀 一个残缺的人 一个失事的人 一个他或许家世显赫 但是精神状况不太稳 他一直在不断地透过这些 细微细微细微的描写 去传达一个对南洪志社群的那种巨大的悲悯 跟寻找救赎的过程 那事实上我个人一直认为 《满天理量津津津的星星》这篇小说 他在发表之后 其实白显勇或许也就把它当作了是 《涅子》这本被视为 同志长篇小说经典的 的一个算是前传吧 那大家也都可以在 不同的角色里面看到 比如说教主可能就是后来的杨教头 然后小玉或许不是那个小玉 但是每一个青春的同志少年 每一个在社会上漂泊过的 那些并不一定人生完满的角色 其实都在《涅子》里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而白显勇在《涅子》里面更温柔的一部分就是 他试图的去建构了一个 属于这些公园里的游民 或说游子吧 或说这些在亮晶晶的夜空里 夜行的孩子们 他为他找了一个温柔香 为他们找到一个 看似比较正轨的 一个温暖的家的可能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两本 这篇小说在《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 跟《涅子》相隔了大概八九年的时间 那这样子的悲悯的状态 其实在小说里面我们也都看到白显勇 他尽力的去铺陈了所有的可能 那当然对于像《涅子》里面的阿清跟余先生这样的关系 那甚至《龙子》跟他缝的关系 那这些关系它们并不一定都是完满的 但它最终还是保有了一个对于我们人生的残缺 与不完满与不完整 能不能够得到一个温柔的解答这件事情 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过去这三十年的同志运动里面 一直所想要契集的 就是不管每一个人是什么样子 他都已经他都应该要被这样子温柔的对待 那小说家早先于我们在这么多年前 五十年前就写出了《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 那在四十年前出版了《涅子》 那接下来三十年其实我们所努力的 它先于我们之前展现了这样巨大的温柔 那我想我们应该也要更努力的在现实生活当中 让这样子的温柔 让这样子的包容 让这样子的支持 在现实生活当中慢慢实现 我想这是小说交给我们的事情 那现实的事情就毕竟还是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要去努力的吧